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美东 美西 美南的华人教会都长得不太一样 也会分享到在美国的华人神学教育所面对的危机与契机 以及在政治撕裂中教会在使用媒体上的反思 蔡老师你好 嗨 大家好 老师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就是过去这一年在美国华人教会当中 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疫情的 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美国华人教会过去这一年的状况 是 我觉得美国华人教会过去这一年的确 如果你就某一些在美国长期待几十年的人 那他们的确最大的差别 特别其实就是因为去年选举的关系 那的确有造成一些分化的现象 然后争议是比较大的这样子 那带来一些教会的撕裂是蛮严重的 在好几个地区 我们都知道有些教会的确发生这些现象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教会是 比较冷处理的教会就会说 其实四年一次的选举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都会当选 那我们教会不参与这个 所以我要先指出来就是说 华人教会在这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要把政治跟选举 这两件事是分开的 我认为许多人关系的是选举 他不一定真的多懂政治 他在意的是选举 那我也跟你讲就是说 我觉得有些牧者 他们是直接公然在讲台 甚至就在教会直接宣布他支持的人 那其实这个就造成蛮大的冲击 那比如说你支持的现在没当选的 我确定有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到现在还在继续讲继续讲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就给教会带来 很大的一个骚动跟波动 那你就变成会一直下不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教会上面 那种族的议题也的确有一点波动的情况 这样子 那老师在观察 就是一般我们讲到美国的华人教会 其他地区的人就想到 那就是一种形态的教会嘛 可是其实美国很大 有分美东 美西 中西部跟美南 这些地方不同地区的教会 有哪一些的差异呢 可不可以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其实华人教会在北美 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每次 那个台湾的家人就说 美国怎么了 我说对不起美国很大 那个即使发生枪击 我说那个离我家 大概是台北到中立的距离 这样子 那美国尤其是北美 我先讲北美其实包括加拿大 那其实它的西岸 中西部到东岸之间 它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西岸呢 比较靠近太平洋嘛 那很多都是投资移民 还有所谓的一亲移民 你知道我们这里 有一大堆那种 就是因为 就是家里帮你办绿卡 你就一直排排排排排 对不对 那有些都排到不知道几十岁了 然后才终于来美国 那我们在西岸 特别是洛杉矶这一带 那这种 华人聚集的地区 那英文都不是很好 而且你喜欢过这种 洛杉矶的 像华人的生活 我们常常开玩笑 像说洛杉矶不是美国 你千万你误会了 洛杉矶不是美国 你来洛杉矶 你可以完全讲中文 因为我第一次 搬到洛杉矶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银行 还直接门口挂一个 我们会说国语 这样子 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我刚来美国没有Culture Shock 我搬到洛杉矶 才有Culture Shock 这样子 那中西部跟东岸 就比较多是属于那种 来到美国留学 然后他们就留下来 留学的时候信主 或者在社会中工作 那他们的英文通常比较好 那你在中西部 你要牧养这一些 比较有知识 有学万 独立思考能力很强的人 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是很大的挑战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观察到最有趣的就是 这些人 如果你看他们在中西部的一些华人 他如果对教会不满 他可能就转到西方人的白人教会 去聚会去了这样子 那其实他们都常常说 他们没有很强的归属感这样子 因为移民教会 还是有一点同乡会功能 这样子 那我们西岸这边 特别是大洛杉矶地区 就有另外一种现象 就是华人社区 因为资源这么丰富 那你只要对教会不满意 或你有想法 你就分裂职堂出去好了 我真的跟大家讲 我们洛杉矶 大洛杉矶地区 那个小教会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所以你这种牧养跟资源 都会很有限 也非常的挑战这样子 那大洛杉矶当然就有所谓的1.5代 这个是最特别的 因为有一大堆那种 十几岁 12岁到15岁 来到美国的 那这种就很特别 这是真的是特殊现象 什么1.5 generation 那个只有我们大洛杉矶地区有而已 是 那其实有这么多的华人 在美国就必然有许多的教会 也会有工人的需要 牧者的需要 那所以我想北美的华人教会 也有很多的北美的华人神学院 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兴起 也可以请老师 竟然在神学院教书 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华人神学教育的现况 好不好 是 其实我们的现况是很特别 我一直觉得说在北美开一个华人神学院 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 那当然也不止我们 那个北加油工人神学院这样子 那我们在洛杉矶这里呢 就有 还有一个北美华神 还有我们这样子 那其实还有一个小 一些小的这样子 那比较大有规模 大概就是我们跟北美华神 那工人神学院也算不小这样子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就是说你要培养本地的传道人 还是你要接受外来的人 还是外来的人来到我们这里读书呢 将来要在这里来募会 那其实这对双方都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像移民教会 像我们称北美 其实全部的华人教会都是移民教会 那你移民教会 你永远都面对一个问题 叫做你的信徒从哪里来 那神学院就是面对 那你的学生从哪里来这样子 对有一次我们一个学生开完 他竟然跟我说 他的意向是谁要让他在美国 建立万人教会 我觉得他说就不必了 我为什么这样跟他讲 我说因为在美国 我们就是移民 那移民教会的话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 没有很强的所谓的经济 或者是一些就业机会 你听我讲 没有就业机会 人就走光了 我以前在芝加哥的时候 像芝加哥一两百人的教会 就叫做大教会 那我问过一个牧师 他可以 他说他的会友名单 可以两年大概就要换一轮 为什么 你一裁员 你只要有一些状况 你大概这批人就都走光了 所以你这些人 除非你是长 你真的能够真正待在这里 落地生根的 不然你的会友的替换率是很高的 那同样的我们神学院也一样 当移民政策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会面对学生资源会有困难 比如说像过去这一年 其实当美国限制这些学生进来 那我们在美国其实很多的学生主要 像你们在台湾 新加坡 香港 你们都有本地学生 那我们在这里怎么去招华人学生 那所以很大的需要是仰赖大陆的学生 可是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一关闭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面对这些瓶颈 那欧洲跟南美其实也都差不多 因为我有在欧洲跟南美一些神学院教书 所以这些所谓的 Chinese churches in diaspora 我们都面临这种问题这样子 所以这听起来非常的尴尬 因为某种程度在北美的神学院 应该是要回应北美的处境嘛 可是如果我们收的学生是海外来的 他其实是不太了解美国的处境的 那如果说今天是接受海外的神学生 他要回到他本地去 那么在北美的华人神学院 似乎又不是那么的专注回应北美的处境 而是需要看到他们所来的地方的处境 这样的拉扯 老师有看到什么样的出入吗 是 其实这个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尴尬 我完全认同你说的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 我觉得神学院教育还是应该是本地化的 我们不是叫本色化 就是本地化这样子 应该是local的这样子 我比较鼓励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 网路发达了 你知道在过去这一年 所有人就在想说 我们每个人要叫做人人有机会了 对吧 我们现在看到全部看到人人有机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开始决定 我要讲北美的神学院教育 跟在包括白人的神学院一样 其实招生都在下滑 都在下滑 这个ATS现在已经一直在降低 他们一直在降低很多的标准 现在各大神学院 华人白人都一样 西人都一样 我们全部打出来都是 我们现在有全部online的MDIF program 现在就是道学硕士 全部可以网路化了 所以其实我们开始担心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吗 网路的神学院 我在这里教的处境 对 像我刚开始谈的时候 我需要谈的就是北美教会的处境 帮助他们了解 像我现在在历史书 假设我在教旧约历史书 我会想要帮他们 像我带进来的议题里面 我尽量希望带的是北美教会的议题 那我也认识到我们的很多学生 从外地来亚洲来可能是想留在本地 所以我需要教他们这个 可是说真的 concept上去了解到你实际去碰触 跟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是很大的挑战 没有那么容易的 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也担心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 我觉得道学硕士 传道人 因为出来全职侍奉的 传道人跟宣教士的 这种人数在走下坡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开始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在 我们现在在纯学人第一线的人 我们是在栽培神学工人 对吧 我们在栽培神国工人 不是神学工人 是神国工人 可是当我们面对市场 我们去反映市场的时候 我们变成在重塑神学院的样貌 跟使命 是不是 那我们缺乏道塑 你知道现在的神学院 只好花样很多吗 是不是 我们都已经知道 美国人也一样 我们都一样 职场神学 艺术与神学 行政管理 领袖 什么领袖神学院都开始 我觉得没有意思在讽刺 真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说这样就是不好的 我只想一件事就是 我们好像在鼓励 带职侍奉 进修 受装备就可以服侍 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少 这种道塑的学生 越来越 不愿意去 本土 本地化 神学教育 我会担心 我们是不是变相 在鼓励大家 就是带职侍奉就好 有没有人真的愿意 全职献身 这是我的担忧 那我稍微再往前 挖深一点 就是如果大家都 带职侍奉不好吗 那还需要全职侍奉吗 或者全职侍奉的价值 对教会来讲 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 牧师你应该自己回答 我再想一件事 就是 如果大家都来带职侍奉 可以很好 那有什么关系 让我举这个例子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我以前在台北 临深南路礼拜堂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个 他这个教会的兴旺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 代职同工 都非常的投入 那他们真的很尾声 侍奉 那个真的是很大的榜样 我们当年 就是跟这些大哥哥们 他们带领我们去侍奉的 那他们真的就是尽心尽力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他们其他的时间 真的就是全部献给教会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问我说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 教会不是也带领你们吗 可是他们当时 因为早期嘛 都是自由神学当道嘛 这样 那他们就很怕去念神学院 可是后来他们也发现一件事 就是说 他们在神学上的认识 还是不足不够的 那需要有人好好去研读 好好去专注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来代指侍奉 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如果代指侍奉 让我们学的 我先讲 你进来神学院 你想学的只是那种一技之长 好像我们现在来念 职业学校一样了 你听得懂意思吗 念职业学校 那大家就学点技巧 就可以出去做 可是我常常观察 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就是也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先讲 有一次 这也跟敬拜有关 让我这样讲 有一次呢 我们一个姐妹带领 这个礼拜三祷告会 结果她就突然间宣告说 我们这个一定要先认罪 再开始 然后这个 我们的范大林 范哥大概全世界都认识 范哥就很可爱 她就讲说 谁说的 以色列赞美为宝众 我们一开始要赞美 其实我现在已经 这个事件太久以前 我已经忘记 谁支持哪一个讲法 结果我觉得 林南的传统好处是说 大家可以来辩论 那我们那个传道人 就赶快抓我 你知道吗 他们说 玉琳就是你深血读 最认真的 来来来 你当我们这边 你去跟范哥辩这样子 那我们那一次的辩论 真的是开放的 所有弟兄姊妹可以来看 那我觉得 对对对 很可爱的一件事 可是我记得一件事 就是 我就有从圣经的神学经文讲 这样子 我们的范哥好可爱 他可以讲说 他说 好 我接受玉琳说的 但是呢 你在当时代的时候 没有真的懂这个 这样子 那 那我们就哈哈大笑 这样子 那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这样 那我要回来讲这件事 就是说 我认为教会 还是需要有很深的根基的神学 作为它发展的一个根据 那如果没有这个部分 大家都来神学 变成职场训练 我给你一点技巧性的东西 那你没有真正很profound的东西 你不够solid 你遇到你刚刚问的那些时代的问题 对不对 你刚刚问的 政治的 社会议题的 我能不能很深的 从教会历史的 我能很深的 从圣经神学 去回应给世界 这样子我们才有东西 不然我们讲的东西 不够深 没有根 那我觉得这是我忧心的部分 我不是在讲 不可以这样 我要讲的是 你不能够为了这个迎合那个 那如果最后 你放掉你的根基的部分 那就是神学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很可惜啦 不能说可怕这样 所以这让我想到 就是其实基督的教会 就是一个身体 互为肢体嘛 我们过去可能 早期的时候 大家都没念过神学院 很多代职的人 投入到教会的建造 教会因此兴旺 非常的好 但是当教会看到 我们缺少这种深度的训练 开始各样的神学院 兴起 把人送进神学院 接受到 不论是在本地的 还是海外的 或者西方神学院的训练 我们慢慢有一批 在神学上有深度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起来 但是某种程度 好像大家又看到说 当全职传到人 起来的时候 代职慢慢就往后退 所以现在 好像我们就鼓励说 不不不 代职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 从更大的脉络来看的话 会不会是 这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它是不可偏废的 我们既不能说 全职才重要 所以代职不重要 可是也不能说 大家都来代职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人 专心的去在神学的 圣经的训练上 能够有扎实的训练 所以听起来 好像我们 就是在这个摆档当中 那现在好像 钟摆摆到其中一端 对 其实David你的观察 是很准确的 没有错 就是说 我们要很小心的 不去过度的 到那边去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现在招不到MDF学生 很多学校都招不到 稻塑的学生 然后我们正好开始 降低标准 然后现在开始就是 我们几乎已经都修改 到处只要86个学分 就可以毕业了 那我应该晚点读的 对 我们都这样想 但是我觉得 我们需要回来 如果教会 我觉得这是 我们谈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到底是市场导向 还是真的神在推动时代 那我们永远都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我们看到 时代到这里了 好像这是一条新路 可是到底是 可是我们要不要 抓住这种东西 不要被时代 去完全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被市场牵着走了 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 包括美国过去这一年 因为lockdown 所以很多时候 教会必须走到线上 不论是神学院 面对招生的压力 还是教会面对 牧养羊群的压力 好像很多时候 传道人 老师都被迫变成媒体人 对 被媒体人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要promote课程 但是这条线 其实是蛮 蛮模糊的 我们到底在promote课程 还是在promote个人 我们到底在promote 神学教育 或者是 这个福音的信息 还是在promote 我的品牌 老师在这方面 过去也曾经在媒体界 工作过 可不可以提供 给我们一些你的想法 跟你的一些思考 OK 我觉得其实 我一直有点担心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 我有点担心教会 还有旧教的团体 其实我们是在 被媒体带往一个方向去了 我们不是在用媒体 而是在被媒体使用了 为什么我会观察到这一点 当我们说 教会时代 要去回应社会的议题的时候 政治的议题的时候 我先要讲一件事 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回应 我不能为回应而回应 我觉得这是没有意思的 那教会应该是影响世界的 不是被世界 是我拖着走去 被影响的这样子 那我自己 我记得自己最近在 想要重新整理 我整个就一个媒体人 怎么看 这个政治议题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观点 你当然可以讲 而且我们的观点 一定要从圣经跟神学而来 如果不是从圣经 神学而来的 我觉得你就是在 人云亦云而已 那就是在洪流当中 你可以看到现在 我们做一个播客 你能够有多少收听率 你要知道 以前台湾在老三台的时候 你随便一个节目 30%的收视率 那个是 哇很高的 我们现在3%的收视率 你就要拍拍手 觉得哇好棒啊 这样对吧 那你有这么多的媒体 你现在只好抢尽先机 那你就要不断的 去promote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搞得 教会很累 我们神学老师也很累 我一直不懂 就是说需要做这些事情吗 我们可不可以先洞察先机 也就是说 其实我在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我有几点 那我现在可以先解 我还没有发表 我先讲 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牧长 陷入一种集体的焦虑 也就是说 我怕我没有跟上媒体 我怕我没有跟上时代 然后我们现在看见 哎呀糟糕了 那别的教会的那个牧者 他们主日敬拜 都是上线 live stream 我也要这样子 我想不用吧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很害怕 好像跟不上 那我觉得教会跟 很多的基督教机构 好像进入集体的焦虑当中 我觉得避免这种集体的焦虑 我认为每一个团体 应该要想清楚 你不要被新闻 或媒体的议题牵着走 以我自己在观察 媒体的议题 你要先知道 如果你没有读 超过不同几份的立场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真正了解议题 所以其实我的题目叫做 你教会可以谈 还是可以谈论政治或社会议题 如果你告诉我只是谈的话 可以不必谈 没有什么好talk的 OK 立场可以不同 本来就是自由的 我常常要问一个问题 你开什么玩笑 民主社会里面 我立场不同 我观点不同 我本来就是我的自由 我哪里需要在教会跟你谈这些东西 可是很多人想谈 他们的讲法就是 教会应该要可以关心政治 No 教会要关心政治 不必然等于教会 要在教会里谈政治 还有一件事就是社会的议题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的东西 不适合谈 那我现在回来讲 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我认为我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避免不必要的集体焦虑 我认为教会不要被新闻媒体牵着走 你可以每一个教会 按照你的资源 按照你的能力 按照你的意向 按照你所处的环境 对不对 你去选择 请你自己选择 你想要去长期关怀 或投入的政治 或社会的关怀 OK 但这个前提是 一定要是全体的弟兄姐妹 那我特别讲的是 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政治的 因为为什么 很多政治 社会的议题 我们称为就是这些 情况或现象 可能只是一时的问题 他们其实还没有在教会里 形成什么重要的问题 或者变成议题 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 很快的去互动 很多东西 你事实上是要经过沉淀的 你才能够真正去抓到 那个脉络 就像历史一样 对吧 你历史一定是后面写的 比较客观 对不对 当场哪有什么很客观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沉淀 我想要呼吁所有的牧长 冷静看待这一切 如果神呼召你 真的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宣教室 做一个什么 我们现在全部都 我觉得当然要透过网路这个工具来传递 这是一回事 可是你要把你的传递变成一个秀一样 或者节目真的就不必了 我觉得太多了 现在已经多到不得了 其实大家都没有耐心去真正听别人在讲什么 我现在常发现多数的人 其实没有在听别人在讲什么 我们甚至可以很快的click过去 对不对 我也不需要认真听这样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对于一个媒体人 我希望教会或者团体可以选择 第二个就是 其实勉强的谈论才是撕裂教会的根本问题 勉强的谈论 因为很多人并不想听 你能不能尊重别人不想听不想谈 因为他的 因为政治议题不是教会的第一优先议题 我不需要谈 我有权利说 我不要谈 我也不想谈这样子 你知道我在菜鸟记者突然间就被抓去主持 那个政治政论节目 那个就是被资深记 政治记者修理的份而已 你知道吗 那你才知道谈论政治议题 哪有那么简单 你又不懂人家的政治 你又不懂人家的政治的体制 对不对 政党政治的 还有很多司法体系 因为其实政治一定牵涉到司法体系的部分 那你不完全了解 其实你说你要在网路上 随便你高兴乱发言 那是你的事情 可是要来正式谈论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我举一个例证 你们在台湾看美国人 你们觉得他们很不爱戴口罩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在这里有些教会 甚至于是主张实体聚会 那有一个教会是直接被罚 不断的被罚 还有教会告 那最高法院还是说 你不可以challenge 这整个qualentine的规定 这些rules都不可以challenge 就是要所有人去守 那你们在台湾就会骂说 你看你们这些美国人 都是你们不戴口罩 然后还有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这样 你们感染率那么高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叫社会文化的很大的差异 我们在台湾 如果有个人不戴口罩造成感染 你们是不是所有人就是重口 什么叫什么什么 那个成员我都快忘记了 就是所有人就骂他 对不对 哇网路就群起围攻 可是在美国的文化里面 我们会被教导 我们习惯于要跟大家一样 要听从大家的 可是美国的文化 我只用这件事讲 他们是被接受 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我可以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在很根本的 不管是在民主或文化思想上 已经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很习惯 别人可以决定他要做的事情 我们不会那么焦虑的去骂人 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这些人当然有他们的一些问题 你知道我女儿的教会 他们还可以有一群人直接说 你猜他们竟然可以这样讲 他说我们竟然是基督徒 我们什么时候会死都在上帝手中 所以我不要戴口罩 你看有没有天真 我不要戴口罩 教会如果要继续隔离 继续献上敬拜 我不参加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教会 完全是开放的 那那一教会大到就是 每个礼拜聚会政府就罚 就罚 那他就让他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很多东西我们在看媒体 我就是回到讲看媒体这件事 我希望一件事就是说 当你在台湾读美国的时候 那也是经过台湾媒体去过滤过的 或他选择他喜欢的立场角度 呈现给你看 你没有认识全部的美国 同样的 我们在台湾看台湾的新闻或政治 我们看到的也是经过筛选的 除非你很习惯 你有这个时间 去把不同媒体立场全部看过 所以我希望一件事 就是教会牧长 团体不要被这些媒体带着走 真的不值得 是 其实很精彩的一个分享 也提醒说 其实不只是 好像台湾跟美国文化的差异 很多时候类似的情况 可能也发生在世代之间的差异 两个世代 成长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中 但是一个事件 共同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大家的看法很不同 我们太快的就挑入彼此的批判定罪 可是没有去理解 对方是在什么脉络下 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做出今天这样的反应 那同样的今天 刚刚蔡老师的一个提醒是 教会应该要关心公共的事情 公众的事情 但是不要勉强去谈 就是勉强去谈 就是在我们没有经过神话语的查考 有比较深刻的信仰的沉淀之后 我们再去谈 而不是说今天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按着我们的冲动 甚至我们用几节圣经 来支持我们的立场 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说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这就是上帝的立场 那在我们做这关怀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当尽主办的义务 尽好我们的本分 去理解我们所在的处境的脉络 或者这个议题背后的脉络 其实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谈的 但是既然谈到时事 最近其实又发生了一件 这个全球福音派 很有名的一位领袖 跌倒的事情 那但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说震撼也很震撼 可是很可悲的是 或许今天基督徒听到这样的事情 已经麻木了 因为几乎每年就爆出一个 德高望重的领袖跌倒的事情 那我其实有两个问题 想问蔡老师 第一个是 这些跌倒的领袖 好像很少有女性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因为女性通常没有被赋予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名望呢 还是说从 我们很多时候在谈的时候 也是男性观点在谈 怎么样 为什么领袖会跌倒 该怎么预防 我很好奇 从蔡老师作为一个 女性老师的角度 你怎么去看待 领袖跌倒这件事情 以及女性真的就免疫吗 还是是什么原因 以至于现在爆出来的都是男性 哎呀 真是好问题啊 其实 我也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 那 其实真的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听到这些 真的这些长辈 有些都是我认识的 有服侍过的 那听得到很难过很难过 说真的是很难过 可是我下一个念头 就是想到 跟你想的一样 为什么都是男性 然后就在想 我下一个念头想说 因为我们这些姐妹 都是小妹级嘛 我们都爬不到那个权位的高处 享受不到那个荣耀跟权位 这样子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 其实我不觉得 它真的是跟性别有关 我觉得是当你爬到权位的高处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迷惘 可是我觉得 就是在我所了解的这些事情 案例发生 它其实有几个因素 这样子 那我觉得第一个因素是属于就是说 其实有人检讨 他们其实 真的是有人检讨 不是我啦 就是说我听说他们 这是私下跟我讲的 就是说 这些男性牧长 其实位高权重 他们年纪也比较大了 那可能跟妻子之间的一些关系 已经慢慢 因为年纪大了嘛 就会淡淡 就是有人说嘛 本来是爱情 后来就变成亲情一样的 夫妻关系 那怎么renew这种夫妻的关系 我觉得特别是对一些牧长 因为你太忙了 你太忙了 你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的妻子 去温暖 去温暖 重温 你在你应该牵着她的手 去散步的时候 你都在到处讲道 你都在到处 那你们知道吗 女人特别是 像我也是已经进入老女人阶段 其实我们变得更独立了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你大概听过一些分析调查 就男人其实退休之后 会更不知所措 那女人可是他已经习惯了 他可能可以自处的比较好一点 那男人离开的工作 其实有时候 退休的男人 其实真的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啰嗦 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不再说所有男人都是 也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弟兄 当你如果尤其是牧者 这是我观察到牧者 跟一般的男人 长辈他退休后最大的差别 因为你越老越沉越香 你的所谓的越香 就是你的知名度 你的历练 你的德高望重 越被高举越被看重 那人们希望听你说 人们想要看你 可是你已经 你已经没有更 你反而没有那个时间 去好好陪妻子 年轻搞不好 没有陪他还可以忙孩子 对吧 那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关系 可能其实到后面 都有一些危机 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都有一些危机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会要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性的需求 性的需求 那不能被满足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在过程中 其实他们真的 其实都需要被医治 我先讲 被医治 其实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们没有发出 这个需要 我觉得当你越得高望重的时候 你越害怕去告诉别人 你的软弱 你的需要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第三点 我很想讲的是 这是我从我女儿的教会 他们有一个名词 他叫做 Accountability Partner 那他的概念是说 我们彼此做 他不是一个属灵伙伴而已 他是一个属灵问责 一个属灵问责的伙伴 也就是说今天 你董家华跌倒了 是我有责任的 我应该要平常 我如果是你的这样的属灵伙伴 你听得懂意思 我平常就要check on you 我就要知道 如果你跌倒是我的责任 那这个是很不同的概念 不是你想跟我说 我就跟我说 可是我并不了解 你真正的属灵生命是什么 如果一个长辈到他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 跟妻子的关系 第二步是 其实有这种需要 可是不愿意讲 不敢讲 然后就越线 就有一些人的确 我们在去怪这些 被性骚扰的人 他们不愿意去求救 其实他们在第一时间 是傻了的 都慌了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 我这么尊敬你 他完全不会拒绝 很多人 那其实我也在 华福中心的文章写过 我说我们的身体自主权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部分也是 我一直很想讲的 就是自从就会生经 就讲 我们身体是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敢说不 不敢对任何 碰我身体的人说不 这是不对的事情 那跟我们身体碰出的 都要是捷径的 那这个观念是 在圣经社区上 要更继续在教会加强的 那所以 这就是犯了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在这个部分去 我们再去怪他们 就too late 但是我们可以去加强 但这个牧长本身 他自己面对 就是因为他需要 是 他很需要 但是他不敢讲 所以他用这种 这是很糟糕的手段 让撒旦都胜过 他的手段去做 那第三点 就是我觉得 我们的那种 属灵的伙伴关系 是不够的 我认为这些长辈 最需要的就是 他们已经高处不胜寒了 我觉得他们在高处不胜寒 其实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我记得有一个 最近一个同工跟我分享 我们在讲另外某一个长辈的一件错误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就讲一件事 我们说 如果他已经到 没有人敢跟他讲他错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 我觉得基督教会里面 最容易有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太尊重权柄 太尊重权威 这就是我刚刚在跟你讲 美国教会 跟我们华人教会有时候 我们尊重权柄到 我们可能是不敢去说他们不对 或不好 是 谢谢蔡老师 的确 在听到这些长辈 跌倒的消息 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特别是 我有一个比我更年纪 年轻几岁的同工 他听到他 是哭着跑来跟我讲 他说 他说佳华哥 如果连他都跌倒了 我还有什么盼望 就是 这些长辈 我相信他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比我们更爱主 或者是不是可能 大概比我们更爱主 都是 都是很单纯 为主这样摆上 然后甚至牺牲 奉献 时间 金钱 体力 但如果他们到后来 都没有办法 finish well 那我们这些人 还有什么盼望 那刚才蔡老师 特别提到说 我们其实 不论是年长年轻 不论是 在世人眼中 看起来的高位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都需要 有问责的伙伴 那那样的伙伴的关系 其实是一生之久的保护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今天非常谢谢蔡老师 谈了很多 不论是从美国的教会 给我们介绍 美国的华人神学教育 还是谈到教会的媒体性 当我们被迫被媒体牵得走 甚至在谈论公共事件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注意 最后谈到了 面对这个跌倒 我们该如何的预防 最后最后 我想请问蔡老师 你在接受我们 神秘门徒的podcast 但是你也在做一个podcast 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做的这个podcast 在做什么 是 我现在在做一个叫做 维珍会客式的podcast 那我就是比较想要做 就是在敬拜上面带领 人们重新去认识 敬拜的 到底敬拜是什么 那敬拜跟侍奉 事实上是神 拯救以色列人 也是基督徒 生命更新 重生得救之后 应该要去专注的 那我自己是不懂音乐了 唱歌有时候还会跑掉 有些年纪大 耳朵背 这样子 音都听不准了 这样子 那我自己其实在 音乐敬拜中 被神医治这样子 那有一天神就跟我说 有一天你要为我讲敬拜 那我那时候还跟神说 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不懂音乐这样子 那我自己其实发现一件事 就是当我开始 去关心音乐与敬拜 圣事与敬拜 敬拜与圣礼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就是 哇 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习 我真的有好多东西 我都不懂这样子 那我觉得一件事就是 跟David Moose 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不管你今天是谁 我们都要学习 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有不懂的 而且基督教领域真的太大 像我是一个主要教 旧约圣经跟世经学 这两个领域是我比较强的 还有旧约的律法之类的 但我觉得经文 从来没有那个读完的时候 这样子 没有一节经文 我觉得哇 我已经全通了这样子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音乐敬拜的领域 还有就是教会敬拜的领域 我希望还有机会 可以更多的跟大家分享 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因为每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 你就再去 我都会从圣经神学角度 再去思考它 那即使别人讲是这样子 我还是在想说 是这样吗 这样子 那我就继续在学习中 谢谢 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蔡老师 我们也会把 唯一真会歌诗的资讯 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时候点进去听 好 谢谢 我们再次谢谢蔡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蔡老师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很好 可以透过 分享给好朋友 来支持这个podcast 也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建议 下周呢 我们将会访谈 欧洲 意大利 恩语堂的 沈丽牧师 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于欧洲的华人教会 所资甚少 其实过去这一年 对疫情 对欧洲华人教会 冲击也很大 下周我们请 沈丽牧师 来跟我们分享 过去这一年 欧洲华人教会 所经历了什么 以及他在背后 所看到的一些 反思洞见 我们下周见